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起母亲切送花给母亲 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一定要送康乃卿 不过去到花店 看到这么多颜色的康乃卿 又真是不知怎样选择 让我查查不同颜色的康乃卿 有什么分别 母亲切创办人Anna Jarvis 她的妈妈最喜欢白色康乃卿 所以Anna就定了她做母亲节的象征 白色康乃卿代表纯洁的爱 和对母亲的尊重 后来亦被用作勉怀过世的母亲 粉红色康乃卿有祝福妈妈 永远年轻美丽的意思 黄色康乃卿可以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至于我手上的红色康乃卿 除了祝福母亲健康长寿之外 一些国家庆祝五日劳动节时都会用到 一束花就有齐两个节日的含义 说了几只受欢迎的 大家都要留意 紫色康乃卿是法国传统 葬礼比较常见的 是一种悼念花 另外掩饰、斑纹、调纹的康乃卿 但有拒绝和道歉的意思 送这两种康乃卿之前就要留意一下 不过对方喜欢某种颜色 就当然没问题了 不知道帮不帮到大家选花呢 其实送花也好 买礼物也好 都可以在母亲节表达你对母亲的爱和感谢 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今年你会选什么颜色的花送给妈妈呢? 留言告诉我吧